大家好 5月份6月份 我们养护多肉最怕什么呢 给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 大家看 最怕的就是根腐病 禁腐病 因为这段时间气温比较高 所以非常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所以说这段时间我们养多肉 像这种健康的多肉呢 我们一定要给它做好 预防烂根的工作 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呢 就是使用这种厄梅林 给它浇灌涂养 因为这种厄梅林呢 它可以起到土养杀菌杀毒的一个工作 同时呢 它又可以促进植物的根系生长 让多肉的根系长得更加的强壮 最关键的就是 它比较低毒 比较环保 非常适合家庭使用 而且呢 又没有任何的臭味 因为在5、6月份这段时间 气温比较高 土养滋生续菌比较快 尤其是我们的养护环境 通风条件不够好的话呢 如果说我们不进行给它做预防 那么 长得再强壮的多肉 也非常容易出现烂根 所以说 我们在5月份 6月份这段时间 最好给它使用两次 每个月一次 到了7月份 再给它使用一次 这样的话呢 就能保证我们的多肉 安全度过夏天 不会出现根腐病 净腐病的问题 如果说大家有养养多肉的话呢 一定要注意这些问题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谢谢 谢谢